周二除了比亚迪1211公布其上年12月的交付数字外 再讲上市的新能源车企也公布了交付数字 小鹏汽车W98682021年12月交付16000两智能车 连续第二个月突破1.5万两月交付目标 按年增长181%第四季共交付41751辆智能车 按年增长222%高于公司预期的36000两约16% 2021年全年计小鹏汽车全年总交付达到98155辆 按年增长263% 你想汽车W2015上年12月交付14087辆你想温 按年增长1.3倍2021年第四季度 你想温共交付35221辆 按季增长40.2% 按年增长1.43倍 高于公司预期的32000两约10% 2021年全年计 理想温总计交付90491辆 较2020年增长1.77倍 而我们认为小鹏汽车会比理想汽车更具投资价值 首先小鹏的新能源汽车为纯电动车 而理想温值为混合动能 随着内地在2030年前要达到碳达峰 相信纯电车为大势所趋 理想汽车需要投放更多资源来研发纯电车 其次 小鹏的辅助驾驶系统较先进 并有意对外销售 这新的收入来源有助其估值 建议收集小鹏汽车 油组及其盟友最近的会议 同意维持其2月份 每天增加40万桶石油产量的计划 原因是有迹象显示 Omicron冠状病毒变体 只会对需求产生轻微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 部长和官员在会谈期间 考虑由早内部及其盟友的情况 预计1月每天供应过剩80万桶 2月每天供应过剩130万桶 然而 最新预测已经比之前估计的更高的供应过剩 有所改善 此外 媒体引述个别油组家号代表 指出Omicron变种病毒对需求的影响很少 而且一些生产国由于产能限制 而无法提高产量 将市实际供应增加量保持在较低水平 会议结果公布后 美国市场由价上涨至每桶77美元 事实上 最新数据显示 Omicron变种病毒并未大幅提高住院率 投资者减少忧虑Omicron对经济的影响 预期油价偏稳 将有利于石油股 其中 中海油0883现价为4倍预期市盈率 股息率为10% 建议收集 目标价为9.20港元 זה cousins 秀 帮助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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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